Hello,大家好,我是Ali,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包包测评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 就是它,它呢,是一个BB的一个cassette 那这个包型呢,其实我买回来都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会从这个包本身 拓展到它同系列不同的包型 然后包括从价格,容量,搭配,还有它的使用办法 一些非常具体的方式 去跟大家分享以及聊一下 就是我这个包就是用下来这么将近快半年吧 一个使用的一个感受 现在这个云呢,在我面前就飘来飘去 所以一会儿有太阳,一会儿没有太阳 那首先先来聊一下BB这个包的一个包型选择吧 那BB cassette这个包呢,是他们前一任的设计师 Daniel Lee上任之后重要的一个作品吧 除了云朵包之外,我觉得最火的包 应该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系列cassette的这个包 那cassette它这个包呢,其实我觉得算是 Daniel Lee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品 他可以把包包的一个BV的一个经典元素 跟它很现代时髦年轻化的东西结合的特别的好 它这个包呢,除了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扁扁的格子之外呢 它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大小 有二乘三的就是一个超级迷你的size 各种不同材质以及颜色的选择 像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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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就是我手上这个二乘四 它一开始其实是做的都是这种扁的编织格 但是因为扁的编织格卖的确实还不错 它最近就刚推出了那种胖胖的编织格 接下来再大一号呢就是那个三乘五的那个大小 那这个三乘五的大小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它有一点点像Celine的那个豆腐包box中号的那个大小 对于我来讲呢 有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包呢 就不想再要一个那样子的 而且那个大小其实说实话 它肯定自重上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基于日常的使用 加上我衣柜上面就是那个使用情况 我选择的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二乘四的大小 还有就是别的不一样形状的 比如说水桶啊 然后还有它们有出的一个像尖杯的包啊什么的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形状 说回来我手上这个吧 我手上这个是个二乘四的一个哑光的一个羊皮 那哑光的羊皮跟牛皮呢 在价格上是完全一样的 那它们呢不同的就是亮面牛皮可能会更耐操 可能会更不用太担心它的磨损什么的 那哑光羊皮呢就稍微的需要注意那么一点点啊 哑光的羊皮你再怎么小心的去呵护它多多少少 还是会比较容易沾到那个脏东西的 哑光的羊皮呢包包打开来之后呢 它这一面也是一整个的一个皮的台质 但是牛皮的话呢它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放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我觉得基本上差别就是在于 看你喜欢这种亮亮的比较酷感的或者是这种比较低调的 这种哑光的羊皮 价格呢都是一样的 现在目前查下来的在美国官网是1600道不含税 然后这个包呢它来的时候呢是跟着一个肩带 这个肩带呢是可以拆卸以及调节的 会可以影响到我们有不同样的背法 然后呢它是一个口盖包就是这样翻盖的 这个包的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小的隔层再加上一个包包的主体 那整个包呢就是都是这种编织的条纹 所以你在肩带的灵活度上呢就会非常的高 你可以通过穿过它不一样的这个编织口杂 去做出你想要背的一个肩带的一个位置 开合方式呢是这样吸铁扣形式的 就还蛮方便的 目前为止没有说什么扣不上啊或者是不好扣啊 它的整个顺滑度还是很高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容量测试 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二乘四这个大小到底能放下什么东西 包呢小隔层里边我通常都是你们看还有一点现金在里面 最重要的钱包 对我的卡包呢用的也是BB他们家的 就是这一款很好用很方便 还有就是钥匙高毒的手的喷雾可以放一管这个护手霜 基本上我平常出门呢就带这些东西 就是它合上之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看就这个包之后呢你还可以你看这里还其实还可以再装一些个什么薄一点的粉饼啊 或者是可以再装一只口红什么的还是有余量的 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用下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了它有四种不一样的背法 首先呢就把它调成这样一个短肩带的一个模式 它肩带上面打了特别多的孔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把肩带固定到你想要的一个长短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卡扣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扣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背起来呢就是一个页下包的一个模式 刚刚我卡在你这里 我觉得就即便是像我今天的这个T恤它比较宽松 它还是可以很轻易的给它卡在页下 我觉得冬天即便是你穿的比较多一点厚一点 这个包也是可以很轻易的去当一个这个页下包的 接下来呢就是刚刚那个页下包的模式啊 把它的肩带调的长一点 它就会变成一个斜胯包了 那如果有朋友好奇说我这条肩带是怎么卡在这个扣子里面的 就是这个地方是这样你知道穿过这个洞因为它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穿过去的都是有洞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吧去调节这个腰带 那现在这样呢就长了之后呢它就可以斜胯了斜胯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再放长一点但是我一般都是喜欢胯在腰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刚好的一个斜胯包 我觉得作为一个斜胯包在1米58的个子身上它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大 有点显得你个人很小的样子 我觉得这大小就显得我们刚刚好 肩带可以调节你可以调在任意一个让你显高的地方 这是第二种背法接下来呢第三种背法呢就是它本来的包是这样子 然后这根线呢可以从这边这个口子穿进去 穿过去之后呢从这里抽出来 这样子呢它就会可以变成我们接下来要背的这个背法就是腰包 然后你根据你自己腰的一个大小吧给它卡进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常穿衣服的一个需求 给它变成这样腰包的一个强调一下腰线 但这个背法呢我背的比较的少 叉叉啊这就是最后一种背法 也是我平常背的最多的就是这种胸前包 你可以根据自己想要放在胸的哪一个地方 然后去进行调节就可以这样背在胸前 这样的话呢也是最最解放双手 也是我平常最喜欢背的 而且我觉得它配T恤特别的酷特别的好看 这个胸前包 它放的肩带的位置跟腰包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我把它从腰这个地方放到肩膀上这样斜胯的过来 这就是我平常最喜欢这个包的一个背法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也不用太担心说它会掉 就是因为你有肩膀胯着嘛 肯定是会比腰包会更方便更实用一点的 这就是这个包的四种背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种背法 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包在我身上的一个搭配程度吧 我基本上穿什么衣服 不管什么风格的衣服 比如说T恤大胆裤 或者是比较lady的穿一个四肢衬衫裙啊 或者是穿那种比较可爱的小裙子 我只要换一个背法 这个包呢都是能够驾驭不同的穿搭风格的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选的是这个哑光的一个小羊皮 这个包的存在感会弱很多 而且在下上它的整个设计感是非常低调的 我觉得它不会给穿搭带来太多的一个局限性 我觉得这个包是可运动可淑女 所以这个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的推荐 以上呢就是我关于一个BV Cassette这个包的一个测评 那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好我是Ali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